大家好,我是二姐,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用莴笋和虾仁来分享一道美食 大家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莴笋菜店的老板已经帮削了皮了 咱们现在把它切一下 莴笋给它斜刀切成段 接下来将莴笋给它直刀切成片 这个方法切出来是菱形片 切好的莴笋给它装入大盘中 这是提前帮好的虾仁 不防剪刀,将虾背给它剪开 这样方便入味 也方便去虾馅 虾仁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虾仁再给它冲洗干净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备用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勺水淀粉 将鸡蛋给它充分搅散 底锅刷一层使用油 加入蛋液,我们摊个鸡蛋饼 搅匀 蛋饼煎至凝固,放凉备用 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给它拍剪 已经剁成蒜末 切好的蒜末装入碗中 碗中加入适量的小米辣 给它剪成圈 适量的热油 加入一勺生抽 适量蚝油 半勺陈醋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食盐 糖提鲜 用料汁搅拌均匀备用 烧一锅开水 下入窝笋片 将窝笋片烫一下 约煮两分钟 给它控水捞出 凉水中过凉 水不要倒 加入适量的料酒 把虾仁加进来烫一下 下入约煮两分钟 煮至颜色发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捞出 酱皮先切条 然后斜刀切成零行片 装入盆中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装盘 瓦筍搅拌均匀就做好了 我们开饭了 炒了个包菜 还有点熟肉 吃饭了 来 饿行不行 有点辣 挺好吃 微微的有一点 这啥呀 我说 尝尝糖果酥 脆脆的 豆腿 可以不加 牛皮 不是很好 在外面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啊 中午饭我们吃好了 莴笋虾仁这样做开胃下饭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喜欢赶紧试试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